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仓 一个分享投资知识成长的地方 存股已经是变成投资股市中的一门显学了 但你知道存股要成功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吗 今天影片会来分享给你 几个关于存股一定要有的观念 也会来分享三档 我自己也持续在存的基欧股 我一定超过10年以上连续配息 长期输出6-7%左右的现金配息 不只如此 股价的年号报酬率还能高达20-30% 这就是他们过去10年来的长期走势 非常值得来作为长期资产 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 现在有两只股票 一只值率5% 一只是10% 你会想投资哪一只呢 等个3秒钟 答案是不一定 值率高低绝对不会是选股票第一选择 更重要的是股票的总报酬率 就是股价加上佩奇的总报酬 一样100万投资在10%稳定配息的股票上 每年可以领到10万元 10年后总共领了100万的利息 加上原来的本金 总共是200万的资产 还原报酬率是100% 但如果同样的100万 投资的是带有15%成长性的公司 虽然只有5%的佩奇 而它的股息随着互利成长 带有10%的股息成长率 最终一样是10年后 总共领到的股息是79.6万 虽然比前党的股票领了100万来的少 但是随着股价的成长 总不会是涨大到了484万 换来全息报酬率384% 一样投资100万 总资产就差284万 并且过去投入的100万 因为股息会跟着成长 到了10年之后 其实原本的这100万 已经领到了超过10%的值率 时间越久差跃就越大 这就是真正长期存股会带来的价值 你可能会觉得真的有这样好的存股标的吗 当然是有的 其实台股之中很多相对人们的股票 长期就带有这样稳健成长的报酬 今天要分享的三星公司 就是我们存股策略名单中的标的 过去的绩效都比前面这个例子还更好 但过去绩效并不代表未来一定会这样延续 不过我也会一起分享给你 这些公司未来性我会怎么来观察 只要大趋势方面依然是对的 那这些成长性能维持的几率就依然是很高 投资没有一定100%赢的把握 我们就是随时在追踪公司 确认维持在正确的方向上 那接着就是让时间来变成我们的好朋友 只要把目标放在更远的重点 中间的震荡其实就只是存股的过程啦 就像以前常看到这张梗图 其实真正的存股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 也要帮忙点个赞和分享影片给身边的朋友 有更多的赞以及分享 我就会知道大家更喜欢这样的内容 你就会用心来做这样的主题来给大家啦 有问题或是想了解的股票也可以留言给我 或是到专栏文章中去填写问卷 我每周都会定时的去统计回应哦 那就开始第一支股票 汉唐股票代码2404 汉唐成立于1982年 是一家专门为高科技产业建厂同胞整合的公司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技术顾问服务 高科技整厂专案以及电脑控制 无程式机电电信系统等等的专案业务 是国内无程式工程市场中市值最大的 市值超过了400亿元 那凡宣亚翔阳气工程大概都是在1-200亿左右 汉唐主要的合作客户就是在半导体和面板业 可以看到客户群基本上就是包含了半导体和面板业的大咖 那近几年主要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于半导体业的建厂 前往的大客户就是台积电和美光 也是收惠台积电的概念股 台积电加上美光 在台湾还有十几个建厂计划在进行中 那先制程的部分也是维持着台湾继续发展 我们看到汉唐的几个关键数据表现 汉唐十年上涨1611% 另外报酬率是高达32.8% 这是非常惊人的几下表现 目前股价是持续创下历史性高的区间 代表风险报酬比的效补值 这是很好用来挑长期GEO股的指标 那效补值是越高越好 汉唐十年的效补值是1.1 大盘大约是在0.6左右 也就是冒香糖波动风险下 汉唐会有大盘两倍左右的报酬率 那在巴菲特很重视的股东权益报酬率ROE上 表示的是公司赚钱的效率 一般来说大于45%以上 在台股中就是非常好的标的了 可以定义为高成长的股票 汉唐净世纪ROE是41.9% 净世纪的EPS成长率是72.7% 今年累积的营收年增率是54.81% 今年的获利表现维持得很不错 那在抗风险能力的部分 只有现金流是正的18.1 公司赚现金能力很强 而负债比和流动比也是在安全的状态 在配期政策上汉唐连续配期29年了 平均10年的殖利率是7.5% 最高是9.04% 最低5.8% 并且平均都会在半年以内完成填息 那最重要是可以看到 股利的成长性 每年股利持续的成长 2015年的股利才2.5块 到了今年已经配到了15块了 这就是股利成长股 股利的年华成长率高达16.2% 对于本来就还有其他收入人来说 长期投资这类高配期的股利成长股 有高职域的保护 股价相对的抗点 又带有高成长性 长期持有是相当划算的 那台股之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类型的股票 我们可以透过设定条件 从大数据资料库去刷减出来 延续配期超过20年 并且平均填息时间是在一年内 确实会填息才算是真的领到利息 再去挑选其中风险报酬比最高的 和持续率最高的20档股票 就成了我们长期存股策略中的名单啦 我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去筛选出来候选的股票 再来深入地去研究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性 就以汉唐的未来展望来说 上个月在分享半导体ETF的趋势 也有聊到 半导体很明确的还是在一个 未来会持续成长的产业 不管是在AI、电动车5G等等 任何科技发展的需求 就是又会用到更多的晶片 半导体可以说 现在美国家都很重视的一个战略资源 这个产业也算是一个景气循环股 从过去这30年来 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金额可以看到 黄色柱状图是出货总金额 以算月数的年复的成长率在扩大 而年增率每次的衰退周期 大概就是4-5G左右 目前这次的循环经过世纪了 也大概是库存虚化的末端 半导体接下来又会恢复到扩张周期 当复苏到一段时间后 扩厂的需求又会重新再开始回来 要更准确的追踪汉唐未来的趋势 我们可以从未任列合约的金额去观察 目前未任列的金额仍有608亿 还算是相对充足的暗量 因为从去年开始 半导体进入了景气循环去库存的阶段 所以在建厂的布料自然就会放缓 可以看到从2022年Q2建到高点之后 整体金额就持续的下滑 但并不用太担心 这是周期循环的现象 只要每次的低点不再破低 高点越创越高 那大趋势就没问题啦 整个半导体先进制程的竞赛依然在持续中 刚刚公布的台积电10月营收 竟然还非常意外的继续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台积电在之前的法售会也宣布 资本支出的预算不会下降 汉唐的关键是我们要在第四季或是明年第一季的财报 应该要开始看到一些反转 有新约金额开始扩大 那就会是下一波周期的开始 我会持续的关注最新的状况更新给大家 如果想要看更深入的资讯 之前第二季财报出来的时候 也有做过一起专门的影片 看完今天这集影片之后可以再去看看 会更完整的了解汉唐 再来价值区间的部分 汉唐有点类似新鲜谷 会有入账周期 要用古镜笔来看会比较适合 用本益笔很容易会被高获利的年度给骗了 App中会带出过往五年市场的估值 计算出来股价相对的价值区间 目前处在一个合理价的区间 周五收盘很刚好是在均价245块 今年6月的时候分享今年出席后 会积极布局今年的不位 到现在也是有个不错的表现了 像这类长期集优高值率股 通常会在每年出席的时候 都会出现不错的机会 平常在合理价的区间 持续的定期定额也是很好的方式 存股存资产累积退休金 第二间公司是普莱德国标代码6263 普莱德是网通基础建设的公司 因为产品都是属于政府 和企业大型基础建设使用 比较不是一般使用者会用到的 所以比较少人听过它 但普莱德绝对是台湾的引擎冠军 是台湾少数能够全球化的品牌 销售140多个国家 普莱德自从1993年成立以后 至今30年了 从来没有一年赔过钱 全都是赚钱的 因为普莱德是经营品牌和研发 制造的部分会交由台湾三间代工厂去做 所以成长性并不会受到产能的限制 天外板可以拉得很高 普莱德就是专注在研发设计的部分 那也因为这样的生意模式 每年赚到钱有90%都可以配出来给股东 不太需要太大的资本支出 就可以维持公司的成长 网通这个产业是各国政府一定会持续投入的基础建设 这至少在未来5年维持双位数的市场扩大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普莱德业务营收占比 大概41.6%是来自于工业级网路 26.8%是以太网路供电设备 14.6%是光纤网路设备 10%网路交换器所组成 长期的EPS和毛利都能维持在非常好的成长性 尤其是工业级产品比重持续的拉高 工业级产品要求是更严格的可靠度测试 品质更高的产品利润也更高 各国政府的基建智慧互联网 就是需要能够抵律比较严格的互惠环境 这样的工业级规格产品 普莱德10年怀运报酬率是651% 原划报酬率22.3% 风险报酬比shop ratio是1.05% 是比大盘的0.6高出了70%非常好的水准 那看到长期怀运K线 就知道普莱德是一个获利非常稳坚成长的公司 股价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档 近世纪ROE是35.6% 超出15%高标是非常多 那IPS成长率是32.8% 白德成立以来30年了 完全没有一年是赔过钱的 所以抵抗逆风环境能力很强 今年累积到10月的营收 年增率是11.69% 在今年虽然整体景气率衰退 白德依然是可以维持双位数的成长 并透过产品组合的调整 更扩大获利的利润 在抗风险能力上 只有现金流6.1块 负债比24.5% 流通比451.8% 超出100%标准很多 白德在营运上足够安全 在佩奇政策上 白德最强就是每年几乎都能够把他赚到的钱 90%全都配现金给股东 但公司还能维持高速的成长性 已经连续佩奇23年了 平均值率是6.4% 最高是7.58% 最低4.52% 那我们看到股利的成长性 看到2014年的时候 每股配法是2.6块 到现在每股配法已经成长了超过一倍 并且看到过去几年 就是持续的成长 这就是标准的股利成长股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类存股标的 在我们选股策名单中 还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也会在我们频道 陆续一一的详细介绍 在价值区间的部分 Pride ROE大于15% 属于高速成长股 并且也不是属于景气旋软股 适合以Pratio河流图 来作为价值参考 App中会带出过往五年市场估值 计算出股价相对的价值区间 那目前是处在合价的位置 我依然就是以定期定额的方式 属于累积部位 如果有到了便宜价 或是加码价的区间 通常就是历史上相对低档区了 会以两倍三倍资金 来做加码投入 那入到这个时间已经有点久了 第三支股票 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族群 也是我长期非常喜欢的主力部位 明天我会再来上片更新出来 那结合这周末公布的筹码数据 一起来做更新 别忘了顺手点赞订阅加分享 才不会错过任何赚钱的好机会哦 那以上的分享 都是我个人的存库笔记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前请要独立思考分断 那就明天见啰 拜拜